那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国内的摇滚歌手 国内摇滚歌手 有 可能我平时喜欢听朋克比较多一点 我一直不知道朋克到底具体是什么 他们代表了一种就是我想干啥 我小的时候典型的就是一个朋克 不管我干什么 以我为主 我开心就好 就可能我喜欢朋克不愿意 楼边搜伤的花痕 开心 我觉得我们现在录到现在 其实大家心里会有一些问题是不是 我觉得你是有的 其他人可能会说出来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有一些问题 没有和大家说明白 他会关心到他 就是会感觉到有一些奇怪 周末无透你的想法 你和我们整个相处过程中 我说直白一点 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导向 你是要找男朋友也好 你是要去看很美的风景也好 你是要享受和大家交朋友这个过程也好 弄不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你不跟别人说 是 对 我刚来的时候 其实我是想的很简单的 我其实就想来放松 然后想开心一点 交一些朋友 但我觉得其实来了之后 其实就比我想象的复杂很多 其实朋友大家都很简单 只是把这些所有东西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刚开始有点很难去消化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社交圈很小的人 我刚来说会憧憬 或者就是真的会 除了旅行 可能真的会遇到一个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人 比如说不播吧 刚开始我是真的想好好地了解一下 因为他确实算是跟我的印象性很接近的人 但是确实接触的时候觉得 就是他的性格和我性格其实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很熟 就那天做饭我就发现了 我觉得朋友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可能是作为恋人我觉得就 对 就是我不太喜欢这种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 不喜欢表姐 机灵的 是你吗 你在点我 哪里不会点哪里 没有 其实昨天真的是情绪一个爆发点 昨天我是一直跟朱菲儿和杰威在一起 但他们两个真的很照顾我 他们越照顾我越会让我觉得就是很孤独 因为他们两个确实很好 然后也就是相处也特别好 所以就是 我正在那个非常就是觉得自己有一点被冷落的时候 又刚好是遇到我最薄弱的项目就滑雪 让我觉得非常的无助的感觉 因为我就直接摔下去了 第一次的时候 救我 救你 我 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 然后还摔得那么惨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绝望 其实当时我非常绝望 我真的特想哭 你是可怜 好可怜 对 其实人很多 但是好像就是我就是特别孤独的一个人 我觉得你昨天难过的点可能 在于你感觉你自己很孤独 你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孤独感 我们大家其实都摔了 都有一个人摔的时候 你既然产生这种感觉 其实你是意识到自己有问题 对不对 对啊 我就是觉得 因为我本来是一个非常 就是还挺自信的人 但我来这个节目真的自卑了很多 就因为其实大家都很厉害 都有自己的长处 所以我就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优势 再加上我以前 不是以前就有很胖胖的事 会很自卑的时候 可能就是 来这儿真的被激发出来了 真的 我总是会想很多 会想大家怎么看 我真的非常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所以这样让我自己很累你知道吗 真的 就是 你要相信我们 其他 包括我在内的九个人 对你不会有恶意的 我觉得你这些问题可能 在旅行结束之后 就不是问题了 大家会把它忘掉 就不用去理会 其他人的看法 你知道吗 这个阿佐真的是 迅速地成长 我觉得佩服 有一些波折让他整个 成长了一大步 感谢王老师 是 感谢王老师今天 各方面的普及 做人还是唱片 感谢 好 这世界很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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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